他听到声音的刺激 看到绘本的图案 那他在大脑转转转 欸搜寻我之前有看过这本故事书吗 我之前有看过这个图案吗 每个孩子会产生不同的反应能力 比如说有些孩子 欸我听过欸 所以他可以去捕述说 这个绘本是什么意思 或是这个绘本有什么内容 有些孩子呢 可能他会很容易被 比如说巅峰山的声音 或是地板上的果 可能刚好有小蚂蚁他过去 他是很容易会分心的 很容易分散的 所以同一个刺激 对孩子在行为的表现上 就会有比较大的落差 那因为今天刚好参加讲座的 爸爸妈妈有幼幼中 幼幼小班跟中班嘛 所以每一个孩子在现在他这个年纪 可能幼幼来说两岁 他在他最大的挑战就是可能 适应团体生活 那小班的可能开始有一些课程进来 不管是英文课 或是学校老师早上的主题课程 他可以理解老师说话的意思吗 他可以安就是安坐在他的位置上吗 那中班的孩子可能开始会有一些 比如说操作比较困难的活动 比如说是减脂或是可能是折脂等等 那孩子在面对这些活动的时候 是不是可以产生所谓的适应性行为 那这个跟他过去比如说爸爸妈妈给你的教养环境 有关系也跟他天生孩子 比如说母孩子的天生气质有很多不同的类型 那在过去他的天生类型里面 他都会去改变说他现在面对到这个时机 他大脑是怎么解读的 那最后出来就是所谓他的适应性行为 那这些行为相对来说可能就会有一些有所落差 那表现就会有蛮大度一样 那以感觉统合的感觉系统来说 其实孩子在学龄前在触觉前评跟本体 是他们现在比较大量的学习四肌的一个途径之一 相对来说视觉跟听觉反而是在比较是学龄后 那是靠近中大班的时候 孩子才会是比较以视觉听觉为主 所以等一下会针对这些三个感觉系统去跟爸爸妈妈分享 我们可以怎么给予孩子不同的刺激 那孩子从他的出生从baby时期的时候 其实他的感觉系统就一直不断不断的在整合 比如说在baby时期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知道说孩子在触觉跟视觉 比如说吃的好不好睡的好不好 就是所谓的天生气质 有些孩子就是好吃好睡 所以他在相对来说他的感觉统合在整合的过程就是比较顺利的 那有一些孩子可能就是很容易醒啊 或是可能是比较触觉敏感的很需要拥抱的 那这就代表说孩子在这个整合过程中 如果比如说你没有持续的去给予触觉的按摩 或是触觉的刺激 相对孩子在这个整合阶段没有做到一个标准 那他后面可能就会发展出孩子是比较年人的 或是孩子是比较没有安全感的 或是孩子是比较喜欢多摸西摸去叫真的 可能他有所谓的触觉寻求 所以每一个阶段的整合跟孩子的天性 以及爸爸妈妈给予的教养刺激 跟环境刺激其实都有一定的相关性 好那第二个阶段的整合就比较像是 现在小班这个年纪 比如说以三到四岁孩子的活动量跟助一一持续度 那爸爸妈妈要通过一个书以叫做三岁定终生 并不是说三岁孩子的未来样子我们可以看见 而是他的个性或是他的一个比如说活动量 你可以说出我的孩子是比较静态的 或是我的孩子是属于跳跳舞型的 比较动不下来 可能一个椅子给他坐他屁股会动来动去 或是给他一个环境的时候 他是比较容易可能爆冲啊到处探索啊 像这几次在田鸟的时候 有一些孩子就是真的是活动量很高 可能一进去干红椒是哇哇到处跑 然后每个东西都可以翻出来 就会知道说这个孩子活动量很大哦 所以他可能未来需要多一点 比如说前提刺激的活动或是本体群的活动 那相对有一些孩子是进入止水行的 可能应该很多指令然后做很多动作 可是孩子可能在光听到要接收指令 就会需要重复很多次 那这就代表说孩子在现阶段的整合 其实你可以看出一些 比如说端倪也好一些线索也好 那这时候其实就很需要 爸爸妈妈的帮忙跟学校老师透过合作 我们去给孩子现阶段他应该要得到的刺激 好那在第三阶段的整合 就比较像是中班或是大班的时候 可能要开始握笔写事 可能要开始反跨 那这时候你就可以很明显看到孩子在辨认符号 比如说6跟9或是小写的B跟D 有一些孩子在视知觉跟他操作握笔的协盘 你就可以看得出来 孩子在比如说视觉刺激的诈觉 跟他的变毒能力 是不是有达到这个年纪应该要的标准 那第四阶段整合就比较是学龄后的事情 比如说一堂课 从幼儿园比较多的操作 但到他要安坐在位置上 可能40到45分钟 孩子的集中性注意力可以维持这么长吗 还是他只有维持可能前面的10分钟 那后面就是有坐在位置上 可是心已经飘走了 那这个都可以看得出来 孩子在未来入小学之后 他的学习状况跟学习能力 或是他适应一个新环境的能力 那这个所有的整合过程 其实就是所谓感觉统合在孩子不断年龄往上涨的时候 有没有跟着去做一个整合动作 有没有得到适量的刺激 那这就是今天希望爸爸妈妈可以去观察 然后可以去学习的部分 那爸爸妈妈手上应该都有拿到一份 就是单同评估的报告 那这个报告就是孩子入学一段时间之后 我会跟孩子做一个一对一的指定的评估 加上跟老师的对话访谈的是他目前在学校的适应状况 那中间这个呢 是所谓他当时测出来的一个发展年龄 那我们可以去对照到这个十足年龄 那因为刚好今天的小朋友应该都已经超过两岁了 所以没有所谓的早餐问题 就是以他什么时候出生去对照说 他现在如果说有达到发展年龄 代表说小朋友目前是很OK的 他都有得到各方面的刺激 那如果说有一点落差 可能在三个月以内 那可能是当天的时候孩子 不管是生理呀情绪等等 多少会有一些表现的误差 不管是小孩或是我们大人也是嘛 每天的表现状况其实都会有不一样 那如果有超过三个月的时候 爸爸妈妈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哦 是不是有一些刺激是不够的 那我们可以怎么去帮助孩子 不管是在家里或是在学校 那这个其实是老师跟家长 爸爸妈妈一起需要合作的一个部分 那在报告的第三页应该可以看到一个 这个长条图 那这个红色的发展基准线 以这一张图来说 这个小朋友可能在视觉在触觉 是有达到他这个年龄 比如说他如果是三岁 他是有达到三岁组的一个标准 那比较可惜的就是 可能在听觉前评本体 还没有达到这条线 那我们就可以看到 比如说以听觉的话 我们就可以看到 可能是他听觉的理解能力 稍微比较弱一点点 然后如果以前评觉没有达标 然后我们就可以看到 所以可能孩子有一些前评寻求 或是他有一些知识控制的细项 可能还没有做到 那后面我们的表格都有很清楚的列说 当天孩子哪些项目是没有做到标准的 那我们一项一项带着爸爸妈妈来看 好以视觉来说呢 四岁的时候我们会看小朋友 可能是不是在生活 我们会访谈老师在学校 会不会比如说惯用册一直换来换去 还是孩子已经有固定的惯用册了 那如果是小幼班的爸爸妈妈 通常可以就是稍微再观察一下 因为有些孩子真的可能很靠近四岁 才会做比较明显的判定 那有些孩子可能真的从出生就是 毫无悬念就是右品质 或是毫无悬念就是左品质 那如果有固定的惯用册 其实以儿童发展的角度 我们都还是不建议说比如说做片子 不要改成右品质 就是顺其孩子的大脑发展 其实对孩子来说相对是比较好的 好 然后再来是追视的时间 比如说我们会测验孩子 可不可以追逐一个在移动的物品 至少十秒钟 那如果说有些孩子是很容易被声音吸引 或是很容易被其他的东西 很变风扇的声音或是旁边小孩讲话的声音 而去分心的话 那可能在孩子基本的专注力是需要注意的 好再来颜色的区别 其实基本上只要会配对 就不是色嘛 可是呢有些孩子他不一定理解配对的意思 特别是靠近两岁 或是他从来没有做过这件事的孩子 就会很容易出现就是 比如说因为我们在测验的时候 我会给他两组颜色的积木 然后让他说来黄色的陪老师 那就会有的孩子很可爱 就是所有的积木都给你 就是他听不懂你在讲什么 那这个可能就要去思考说 孩子在过去的生活经验 有练习过这件事情吗 然后比如说到两岁半的时候 其实孩子应该要可以说出一些颜色的色名 那有一些孩子很 其实如果家长一直都有在给刺激 有的孩子在绕英文喔 很绿的 Yellow 但是很可爱 你问他中文是什么 他不一定讲得出来 对 那这个其实就跟爸爸妈妈 平常怎么去跟孩子互动 会有蛮大一个关系 那有一些孩子可能在 因为其实记 从配对颜色到胯要记色名 因为红色这个词 其实是很中性的 那爸爸妈妈去帮他做一个连结的时候 他下次看到他会想起来 讲出来 那就代表说 他在视觉的接收 跟他大脑的资讯提取是没问题的 那到四岁的时候 难度就更高了喔 比如说我们会排四个颜色的积木 要小朋友去做记忆 那其实刚好这次在做测验的时候 其实蛮多孩子 他不知道什么叫做记起来 我就说好你要记起来喔 你要看这个顺序喔 看好记起来吗 有 然后真的收起来 好那你排跟刚才一样的 就愣住了 所以孩子从可以辨识颜色到更高难度的 要去记忆 其实这也跟过去 比如说爸爸妈妈 有没有带他做过相对的练习 或是他曾经有没有过去 对此的活动经验都有很大的关系 这是我们在上赶统课的时候 会玩的很多的小活动 那我会透过这些活动去引导孩子 去做一个视觉区别的练习 那可以跟爸爸妈妈分享 好 然后这边跳 很好 小青蛙 然后再来 很好 对 好 那我们再来看看 右边的这个孩子的活动表现 这两个孩子其实是同一个年龄 这时候都是 我既然是小伴伴 可是爸爸妈妈如果有观察到 就会发现左边的孩子 他的执行速度跟他反应速度是很快的 那相对右边的孩子 他需要花比较长的时间去看去判别 所以他的速度执行动作相对比较慢 所以这就是在前面跟爸爸妈妈分享 就是同一个刺激 每一个孩子在大脑判别 跟他执行出来 其实就会落差比较大 那你说如果持续给予刺激 他会进步 当然会啊 所有的东西都是透过你的大脑经验 你必须先给他经验 他才会有一些东西累积下来 好 那如果说我在家里可以做什么活动呢 那这是我们家的哥哥 他现在刚好满四岁 那我平常在家里练习的时候 因为平常家里可能不会有这些 所谓感同的教具 那爸爸妈妈其实可以透过很多很简单的东西 比如说布娃娃 或是你可能就在家里贴个有颜色的胶带等等 那这个活动我是带他 因为他四岁 所以我这个活动是用他练单脚跳 所以我跟他讲 横的你要单脚跳过去 直的你要双脚跳过去 那去训练说他的动作控制之外 还有他的视觉判断的一个能力 对就是你可以看到就是孩子在看到一个新的东西的时候 他的速度反应跟他同时要做到动作控制的时候 这个过程就是他在做他的感觉同和他的一个大脑处理 那其实很多这些活动在家里都是可以 像他这个就他就想了一下然后才去做 所以这些活动其实是在家里 爸爸妈妈有机会就可以跟小朋友去玩的 好那接下来跟爸爸妈妈分享到听觉的部分 听觉呢我们分两个部分 一个是听觉的接收跟听觉的理解 那听觉接收的部分呢 因为基本上baby生出来的时候 在新生儿医院都有做过简单的听力测验 所以基本上都不会是比如说很多爸爸妈妈说 我常常叫他都不理我欸 那通常呢都不是他听力不好 就是有两种可能 一种是他不想理你 然后另外一种可能是 有一些孩子在听到声音的时候 因为他比较没有办法过滤 就是说环境的杂音 比如说他到外面的时候 他很容易去听车车的声音 听喇叭的声音 听小鸟声音 但是他就是听不到你的声音 所以在上课的时候 也会有很可能会有这样的状况 他听到了外面垃圾车的音乐 还可以跟着哼哦 可是他听不到前面老师现在在讲什么 那这就是所谓大脑的听觉接收 他有没有办法过滤掉一些杂事 去听到现在应该要听的声音 那这也跟孩子的专注力 其实有很大的关系 那听觉理解的部分呢 比较像是跟老师访谈 比如说他在学校上课的时候呢 他听得懂吗? 他可以知道团体现在要做什么事吗? 还是他大部分是属于可能模仿 有些孩子蛮厉害的 就是他的听觉系统接收能力 或是理解能力没有那么好 可是他很会跟着我的方 所以他还是可以跟着团体 可是他不一定听得懂 那这个就是需要去透过了解孩子 才能知道说 孩子的学习模式跟学习形态 是什么样的类型 哥哥说我要假设红黄蓝绿 那哥哥在听音之后他把记起来 然后小鸭走走走走走走到这里之后 他要跳出刚刚听到的顺序 这个活动其实蛮好玩的 爸爸妈妈可以试试看 如果小班的可能就三个颜色就好了 比如说很多孩子在这里 他跟你讲听懂咯 好复述一次讲得出来 可是他小鸭走走走走到这里的时候 啊?刚刚讲了什么? 我刚听到了什么? 所以这也是一个还蛮有趣的居家活动 爸爸妈妈可以回去跟自己的宝贝玩 蓝色黄色红色可以吗?go 因为中间穿着他有动作 他的大脑要先处理好这件事情 那有些孩子就会忘记刚刚听到的东西 蛤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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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触觉其实跟孩子在情绪的稳定度 跟他的安全感跟他的敏感度 其实是有一个很大的关系 比如说有一些孩子对于在触觉的刺激 触觉的触碰不管是比如说别人的摸 或是可能在适应一个新环境等等 稳定性等等其实都跟触觉 是有一个很大的相关性 爸爸妈妈可以去思考一下 你们的宝贝还在宝宝时期的时候 他是比较容易哭闹的吗 或是他是情绪很稳定的呢 哭闹的孩子们通常会需要比较大的触觉刺激 可能你要抱啊 可能需要一些温和的前提觉刺激 以前的教养模式可能会觉得说 小朋友不要太常抱 抱就会习惯等等 但是以现代的 比如说不管是现代的教养观念 或是以感觉统合的教养观念 去满足孩子在触觉的需求 其实可以让他未来在不管是心理 或是社会的成熟度 这是有研究报告的 就是在他的心理社会成熟性 其实是有正向加痕的作用 相对来说如果在触觉没有被满足的孩子 可能就会发展出有些触觉寻求的部分 那触觉寻求以我们台语说就是 可能看到一个东西他就是一定要去摸一下 或是一定要去翻一下也好 踹一下也好 那这就是所谓比较是探索性学习的孩子 你不能说他错 因为对他来说他觉得摸过或是他去玩过 那才是他看到这个东西的一个学习模式 有些孩子可能就是你跟他讲 他就眼睛这样看 哦好知道了 但是有一些孩子就是需要透过不断的触摸 去满足他在大脑 因为他大脑很需要这个资讯 所以他会去控制不了 一直去做这件事情 可是如果太过频繁的话 相对来说也会造成一些困扰 那这就是所谓的触觉寻求的孩子 那触觉防御是什么意思呢 有一些孩子是很敏感的 比如说怕采草地怕采虾子 或是可能很 我还听过就是可能采树叶啊 或是采水啊都会比较 比如说小时候很不喜欢洗澡的 其实都是一种触觉防御的一种形态 所以比较敏感的孩子通常就是 会有一些触觉防御的部分 那包括像是比较挑食啊 有些孩子是对可能口感或是味道 其实这都是不同的表现形态 就是他大脑在解读这些资讯的时候 前庭觉跟我们大脑的专注力 其实是有一个很明确的相关性 前庭觉如果发展的比较没有这么稳定的孩子 你会发现他其实特别是小男生 他在日常生活中或是他在他学习的时候 你可能觉得好像有一条虫在他身上 因为他的大脑想要寻求所谓的前庭刺激 比如说跳啊旋转啊移动 但是因为没有这些刺激 所以他只好自己本人起来跳 自己本人起来动 所以在一群孩子里面你总会看到有几个特别的兴奋 特别的嗨 那其实这都是一个所谓前庭寻求的一个状况 那前庭防御呢 他就是刚好完全相反 就是他是超级敏感的孩子 可能光只是走楼梯下去 或是他可能走个吊桥 他就会吓得要死 因为对于高度 或是他的一些移动的知识 有一些孩子在他的大脑判断 就是他觉得这些超危险的 可能他只是走个楼梯 但对他来说这个叫走云霄飞车的轨道等等 那这也跟孩子比如说他的天生气质 或是他过去 比如说他的教养环境就有很大的关系 我这一次刚好不是这个学校 就是我另外一个学校在做那个测验的时候 光从小朋友 那个孩子真的很可爱 从二楼走到一楼我就花了至少五分钟 因为他真的走不下 他太害怕了 可能学校的楼梯高度对他来说他觉得很可怕 那因为现在可能大部分大家都是做社区大楼 其实搭电梯的几率多于走楼梯 那这个就是一个很典型 就是可能过去的生活环境或是教养经验 没有去补足孩子 比如说他的知识控制的能力 跟他的移位能力 而导致说孩子在大脑的潜品 其实是有防御的一个状况 好那潜品觉的部分呢 在知识控制的部分 我们都知道小朋友站起来是几岁几个月 可是其实我们很少去注意到 孩子可以做到单脚站是几岁 单脚站其实是孩子第一个开始去做一些 不对称的知识控制 因为站就是两只脚一起用力嘛 可是单脚站变成一只脚用力 另外一只脚维持平衡 所以是孩子一个大脑 发展不对称一个很重要的旅程碑 那比如说四岁的时候 小朋友练习左右跳的时候呢 很多小朋友就会像骑马一样跨来跨去 那这个也是孩子在去控制他的双侧 跟他的一个动作一个很重要的旅程 一个里程碑 两岁的时候呢 可不可以同时跳 两岁的跳跃其实跟孩子 他的出大动作经验有很大的关系 那有一些孩子就很可爱说来蹲蹲跳 就发现没有 就是他不懂什么叫做跳跃 他可能过去没有跳跃的经验 或是可能有一些长辈就说 哎不要跳啊 那就不一样这样滑倒等等之类的 去造成说孩子可能在两岁的马上跳跃的动作 还没有发展出来 那在三岁的时候 可以不可以一步一阶的上楼梯 有些孩子在上下楼梯的时候 会比较害怕 或是会很依赖大人 可能要大人抱啊等等 所以爬楼梯的经验少了 导致他在移位的时候 会需要比较 有的部分呢 本体觉肌肉脏力跟肌肉力量 他就是指你的肌肉系统跟你的骨骼系统 你天生孩子在 比如说我们在做肌肉脏力测验 我们就去看说 孩子的骨骼 比如说他手臂打直的时候 是不是可以成180度 有一些孩子 因为很爸爸 我觉得当然是成180度啊 不然呢 可是其实像这张照片就很明显 你可以看到左边这个孩子 他手臂打直的时候是直的 可是右边这个孩子 他的手臂其实是可以弯超过180度 但这个东西是天生的 是爸爸妈妈生出来的时候就这样子了 所以有一些孩子他做很多事 他会特别容易累 那相对来说代表说 他就是所谓肌肉脏力比较低的孩子 或是像我们是脱婴啊 就会有几个孩子 你知道肉特别的软特别的好捏 那你就会知道自己的孩子 可能就是比较不是那么爱动的 因为他的肌肉比较不结实 那肌肉脏力低 所以他整个就是松松滑滑 然后很可爱的样子 但是可能如果肌肉没有固定的练起来 可能动的不够多 那未来他在学习 比如说写字 写功课 你大家最后就看到他爬在桌子上写 因为同样一个活动 比如说维持30分钟在桌前写字 要抬头头胸 对肌肉脏力正常的孩子来说是很OK的 但是对肌肉脏力偏低的孩子 他就会觉得好累哦 或是这个孩子他那时候很可爱 就是他妈妈是说他就是每次爬山 因为薛妈咪那时候有时候 会有一些笑外交险是要去爬和美山 他说他就是每次爬山都会哭的那一个 因为可能固定的活动 是对肌肉脏力低的孩子 就是比较大的挑战 那本体觉还会影响到什么呢 还会影响到小朋友的移位能力 比如说小朋友在走平衡木的时候 是不是可以控制他的双脚在固定的直线上面 那这次坐车眼的时候 就会有些发现有些孩子 可能不懂什么叫做走在直线上面 只要一放上平衡木他就给下来 也是有这样子的一个状况 那协调能力的时候呢 也是看过去他有没有类似的操作经验 其实很多孩子是没有球类的经验 不管是丢啊或是接球 有些孩子你跟他说来看好眼睛要接球 他第一环一直躲起来 因为他太害怕了 他没有任何的接球经验 那甚至可能在踢球部分 正是有发现有些孩子 他一踢哇可以飞超远 那有些孩子是你刚讲踢球 他都一直给你踢球 就是他不懂什么叫做踢的动作 那这个都可以去让爸爸妈妈思考说 那他是不是可能在指定的理解 或是在活动的多样性的一个接受程度 是比较不足的 那这个就是让爸爸妈妈在家里 所以我们可以去思考怎么样 引导孩子去多玩这些活动 一样 所以回到抱抱的本身 我们下面应该都有一个整体的建议 可以跟爸爸妈妈说 孩子目前有哪些是可以再加强的 那可以做哪些活动 好 那最后一点点小小的工商时间 那先外面推行感觉 统合的课程已经有十来年了 那我们都是小班制 一般最多只有三个人 那我们的课程规划是会针对 比如说前庭的活动 通过大量的跳床啊滑车去给补助 孩子可能平常比较缺乏的前庭刺激 然后也会用小小的游戏 通过游戏的设计 让孩子去动去跑去摸去丢去跳等等 之后会有一个小小的头部活动 就像刚刚爸爸妈妈看到你说是斜坡奔跑 那年纪比较大 可能还会加软电等等去看孩子的一些 比如说他的临场反应跟他的动作控制 那最后也会有小小的广播活动 像是按摩啊 或是比较温和的摆档刺激 那科后资源的部分 我都会跟家长去加LINE 那去传说今天小朋友的上课影片跟上课状况 那会有一个简单的课程记录 还有语音的记录 去让爸爸妈妈更清楚说 孩子今天正常科典是到什么 那回去之后我们